长期水质不好的可能会 比如说水里面带有水锈 然后就会一直飘在那个水墙里就很大 所以一定要把它放空 其实最担心的是长锈 那是我们在保定待的最后一天 车也差不多修完了 然后呢我们打算清洗一下冷水箱 我会把这个泡层片呢溶解在这个水里 然后等它完全溶解以后呢 我们会把它抽进这个我们的冷水箱 把水灌满了以后 我们会把它静置两个小时 然后再开着出去再乘里到处转一下 然后让它这个水呢能够比较均匀的 把这个水箱都消毒 那我们现在就丢下去吧 因为这个一片呢是一升水 所以我要数一百片下去 大概我们是有一百升的水箱 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一百个泡层片 倒进这个水里 然后我们用另外一个盆来扣住这个盆 保持它的避光性 然后稍微等它溶解一下 然后全部溶解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抽进去 好了现在是下午四点 室外温度应该是三十多度 然后湿度也有六十多 我们出来游车河了 车河在哪 好了嘛就出来逛道逛道水箱 游个回家车河 我们出来逛道逛道水箱 然后去买个西瓜 哎呀这个天不吃点西瓜简直是要命啊 我们好像没吃午饭是不是 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 天气热的都不太想吃饭了 我记得上次拓展有个小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他们保定的好几样好吃的 我们只吃过火烧 好像还没有吃那个罩饼和兔牌 那要不咱们就去买点兔架 正好溜达一圈 可以呀 这兔腿骨是吧 对 这个就是兔架 这样子 这个是兔腿是吧 兔头里要吗 兔头多少钱一个 十块一个 好了咱们现在开始放水 两边一起烧 顺便试试咱们的水泵会不会出去 这个屋里的这个八四消毒液的味儿太大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汤打开尝尝尝尝 看一下这个水好像跟我们平时用的水也差不多 就是好像并不能洗出来什么是吧 对啊 八四消毒液能洗出来什么 哎就是消毒啊 嗯 行吧 水箱是一个全密闭的空间 就是有些拖袜车主 就是它会用那种白色的水箱 然后给你掩饰里面有多少水澡 其实全封闭的 无锈钢的水箱 长水草的情况不是那么的严重 嗯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跟这边的售后聊了 他们说他们之前拆过水箱 然后 但是有的水质不好的那种 长期水质不好的 可能会 比如说水里面带有水袖 然后就会一直飘在那个水箱里 就很大 所以一定要把它放空 哦 其实最担心的是长锈 锈 然后如果你一直用的是吃糖水 有一些微生物啊什么的 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要需要用消毒液 消杀一下 嗯 就是说如果有锈的话 我们是能看到的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怎么长锈 嗯 如果还不放心的话 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把这个水箱整体换掉 是吗 我问了一下价格是700块钱 可以把这个水箱换掉换一个 但是这个水箱的材质 其实是304不就刚好 那还是过两年再说吧 我觉得还能用 看你那穷三样 哇 我们把水箱洗完了 然后就下雨了 还好 看一下 哎 太及时了 刚才放水 加水的时候没有下雨 不然要被淋成落汤积了 今天这雨好大的 嗯 凉菜 凉菜一 素凉菜 凉菜二 荤凉菜 这是鱼腿 就是啥 就是鸭脆骨 鸭脆骨和兔骨头 兔爪子 兔骨头 兔腿骨 然后这就是传说中的兔酱 不知道好不好吃 嘿嘿 然后还准备了西瓜 啦啦啦 啦啦 没有大油 哎 我是不是特别油啊 还行 今天真的好累啊 虽然哪也没去 但是在车上 围着车上车下干了一圈糊 我们清洗水箱的水都没有浪费 苗总把厕所就洗了一遍 嗯 勤劳的苗总给他点个赞 来吧 给勤劳的苗总喂个鱿鱼 你看 嗯 还行 我们要动手撕兔鱼了啊 哇 他们这边的孜然怎么是这样大颗大颗的呀 你看 撒上去的 哇塞 好豪迈哦 这我怎么吃不了呀 嗯 卤的好香哦 嗯 卤的 辣的 有点像周肺鸭 嗯 就是用卤周肺鸭的方法卤酷鸭嘛 哈哈哈 味道也差不多吗 嗯 实际实际 嗯 蛮好吃的 我喜欢 它也没有周肺鸭贵哈 不知道没问 这一共好像这么多猜55块 你又没问多少钱一斤吗 忘记了 我看人家都没问 人家都说来一个 我就来一个了 来俩 来尝一个兔腿骨啊 嗯 我最爱的骨头 是用同样的方法卤制的 嗯 所以果然比较筋的部分好吃 嗯 筋的部分好吃 今天 我们干了好多事 我们清洗了水箱 然后 做了大扫除 嗯 然后还剪了视频 等一会儿我们洗一下澡 还要给四季再洗一个澡 终于下雨了 嗯 要不然外面热的 根本什么都不想干 冻都懒得冻 这边天气真的好热 明天我们就打算 往内部湖返了 路上如果路过山西大同那边的话 去看看云长石坡和选口寺 看看天气再说啦 嗯 好吧 然后提醒大家要去涉水 然后特别是注意疫情的防控 对对对 最近这波疫情散布有点厉害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 和身边的人的安全 嗯 嗯 那今天这集就到这了 再收压脆补换 嗯 这个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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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